无相法门会通禅师语音说法 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来 重大的失落什么叫做重大的失落 很大非常的大大到什么 大到非常的痛苦 我举个例子 禅师有这个新问心法 大概十几年前那时候快二十年前了 我那时候还没有出家 我是一个心理资商师 我还在教学生教这个问心法 就谈到这个不孕症 那我就说第一个当然就是重大失落了 好结果呢 我的学生去协助有这个不孕症 那么其他说我怎么协助了好几次 怎么好像不对症好像不对 所以禅师就请他把对方带来 那么就在禅师就在旁边看他怎么引导 有没有重大的失落 没有男生说没有太太也说没有奇怪 怎么会没有呢 那就在往更早之前去看到有没有其他的重大失落 结果这时候太太就在问心法中 我怎么看见前世是一条小狗 然后也没有妈妈也没有狗爸爸 就只有我自己很小大概几个月月也大 然后呢又下雨肚子又饿 然后呢我就想说要过去对面的街翻番 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 然后这个学生就问然后呢 我就要过去的时候突然就一部马车走过来了 跑过来然后我就被马车的车轮压死 我这个学生就说哎呀这就是重大失落啊 好吧等到他告一个段落 我就跟这个学生还有这位信众讲 我说禅师再问你们一下 你们有没有重大的失落 这一对夫妻都说没有 禅师就问这位太太 没有重大的失落 你小时候没有家里面有几个男生 有几个女生 他说家里面有三个男生 一个女生 他是女生 我说那如果这样 你们家里面有没有重男轻女啊 禅师 啊 我们家真的很严重 我有三个哥哥 我是家里面的独生女 我竟然要服侍三个哥哥 家里面的所有事情都是我在做 三个男生什么都不用做洗碗扫地等等 什么通通都是妈妈要我做 你就觉得很不公平耶 还有 禅师 把我读大学的时候 高中毕业 我妈就叫我不要读大学了 女孩子读那么多要干什么 女子无才便是得 禅师 你说这样公平吗 你看她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 她说 请问这是失落还是重大失落 重大失落 她说别人家的女儿 最小的一个女儿都是宝 我却像是一块抹布 像是一奴隶 禅师 啊 怎么都是最小的女儿 待遇差那么多啊 有没有失落 有重大失落 禅师 就问了 好吧 那这位先生有没有重大失落呢 没有 我们家没有女生啊 全部都是男生 所以我们家没有重大失落 我没有重大失落 结果那个女生说怎么没有 你还没有跟我结婚之前 你爸爸就分财产 你爸爸把所有的财产 大部分都分给其他的兄弟 只给你一部分说你最聪明 你最有能力 所以爸爸为了要照顾其他的兄弟们 我把财产都分给他们 你分个意思意思 因为你靠自己就有办法活下去 怎么没有 禅师 这算吗 不算你干嘛叹气呢 当你失落到会算不算重大失落 所以有失落的状态 那今天 亚兰菩萨提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那是怎么对应的 那就每一个人的感受是不同的 但是重点是你内心的挂爱种子已经种下去了 即都产生了 所以你现在这样的病 这样的果相出现 不孕症就是重大失落 这是其一 所以如果他的失落 重大的失落在哪里呢 表现出来在他的财物上面 像我们一位王女 是王永庆 家族的女儿 她不是家族的企业 让她把她推向了 什么可以让她做出了 威胜 这样一个企业 几千亿的资产 结果最后 威胜 变成了什么 地址啊 她怎么会把它搞成这样呢 他们家没有重男轻女吗 有啊 所以她的失落表现在她的企业上面 刚刚 禅师 又说了失落的最后结果还是失落 所以怎样 她的微生潜藏了一阵子以后 她没有青种子 她又搞了一个HTC 各位别忘了 HTC 是全世界第三大品牌 曾经的风光最后怎样 还是失落 HTC 没了 各位菩萨 你知道吗 她现在在做什么 VR 可是各位菩萨尝试跟各位菩萨说 如果她重大失落的种子没有清楚她会怎样 毕竟最终的结局还是失落 所以你说那么是什么样的 失落会造成什么样的症状 不是啦 不是这样子来说的是 当今天她有这样的症状 有这样的集合病 而这个集合病符合了失落 重大失落 那你就直接就要针对这个病 禅师已经告诉你了她的因 所以你就要问她重大失落 像不孕症 你有没有什么重大失落 结果我那位学生并没有问 就直接问有没有什么重大失落 他们说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刹那一句 你都没有什么样的失落事件吗 家里面有没有重男轻女的问题呢 结果跑出来了 所以各位菩萨特别是 亚兰菩萨 你现在明白了吗 不是说有什么样的失落 她会去对应什么样的病 而是她现在有什么病 这样的病她的急是什么 那如果今天不是病 那么不孕症重大的失落 那重大的失落 还有另外一个对应的是什么 就是身体会有一个慢性疾病 让你好不了 所以慢性疾病的人 也必须要轻重大失落 这样亚兰菩萨能明了吗 我慢慢听谢谢 好的那么其他的菩萨能明白了吗 所以不孕症的第一个要素 一定要先从重大失落开始 重大失落的结局就是不敢拥有 不敢拥有 当然你不能有小孩啊 因为你害怕再次失落 好的 那我们现在八点三十分了 让禅师休息两分钟 两分钟后我们来继续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